原标题 武则天是如何当上皇帝的 又是什么时候称帝的 在中国历史上 武则天是唯一的女皇帝 统治的时期长达半个世纪 在武则天统治期间 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 完善科举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那么武则天是什么时候开始称帝的呢 他有时为什么选择这天称帝呢 贞冠十一年 十四岁的武则天被唐太宗看重 选入宫中做财人 唐太宗李世民刚开始对他宠爱又假 自明媚娘 但是没多久的酒杯李世民冷落 之后的武则天十二年都在财人这个位置 一直没有提升自己的地位 而在李世民并重期间 武则天与李世民的儿子李志建立了感情 之后唐太宗家户 武则天作为当时没有为李世民生儿育女的才人 所以被打入感业寺 但是李治继位后 立马就找到了武则天 并且迎娶武则天回宫 贞冠十一年 十四岁的武则天被唐太宗看重 选入宫中做财人 唐太宗 李世民刚开始对他宠爱又假 自明媚娘 但是没多久的酒杯李世民冷落 之后的武则天十二年都在财人这个位置 一直没有提升自己的地位 而在李世民并重期间 武则天与李世民的儿子李志建立了感情 之后唐太宗家户 武则天作为当时没有为李世民生儿育女的才人 所以被打入感业寺维尼姑 但是李治继位后 立马就找到了武则天 并且迎娶武则天回宫 之后的武则天的权力欲望越来越大 而恰好李治并竟加重 于是武则天开始满满地培养自己的势力 但是武则天越来越大的势力 引起了李治的不满 于是李治与大臣商议决定废了武则天 但是最终却被武则天抢了先机 而且武则天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 开始了垂帘听政 展开全文之后李治驾崩 武则天为皇太后 但是在唐瑞东初年的重阳节 武则天废掉了李旦 自己改名武赵 登基做皇帝 又把国号改为州 定都洛阳成为了历史上真正的皇帝 也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因为九九重阳节与九九同姓 而且九又是数字中最大的数 有长久的意思 而且重阳节又是秋季 一年收获的时节 寓意深远 在易经把六定为阴数 把九定为阳数 九月九日日月并阳 两久相中 故而叫重阳 也叫重九 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 并且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 所以武则天选择这天登基 也是为了让五周王朝能够长长久久 延延不绝的意思 虽然武则天在位期间 既有容人之量 又有识人之志 还有容人之术 在经济上 武则天早在建言十二史中 就提出饱腹脸 吸干戈 省利益等主张 以保障农石 在其执政的半个世纪中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户口大量增加 在军事上 武则天时期基本维持了唐朝的疆域和地位 但是武则天一生却杀人无数 在其称地前后因 大量杀害朝廷上的重要官员 导致一段时期内 政局混乱 边境受扰 其此 其为了称地尊崇佛教 大修庙语 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 天堂 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最终 一代女皇在位仅仅十五年 就被大臣张俭之 还念范 崔玄 静辉等人 联合又与林大将军里多作发动政变 逼迫武则天退队 迎唐中宗副位 就这样 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 在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之后 撒手人寰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华五千年历史知识分享 欢迎大家在文章下方留言 评论多多交流 我们下期待会 版权声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亲权请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